中环说 中环如是说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陈颖坚 Joey一起来聊一下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组织架构里面的 很多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在那边 上一趴我们其实是有聊到说 原来我们已经对于以前的很多的那种 有点hierarchy式的那种架构 开始有很多的一个反思 你讲到了一个hook在这边 青色的什么样子的一个颜色 或者是什么样子代表的一种企业的一个类型 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看到的一种状态 其实当我们进入到准备要谈青色之前 可能我们先要说明 到底在orange在橙色之前 它的到底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很讲究achievement 就是业绩啦 KPI啊 考核啊 这种年代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年代吗 Exactly 那某程度上面是 这个是人类发展当中一种 真的是一个achievement 一种成就 因为你可以想象吗 你管控你自己的专注力 focus 专注在某一个某一个轨道上面 然后是追随某一个目标 这个是不容易的 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年代 能够做planning 能够做计划 其实算是一种成就了 应该这样说 所以计划是不容易的 哪怕今天你跟我 如果要做一个很好的计划出来 也是需要很多的配合 对啊 我每年到了年尾都觉得 我年头的计划都没有完成 没错 但是某程度上面 起码我们有这种的intention 我们有一个意图 到了这一边的时候 达标或者是做计划 变成是一种机械性的 变成是一个所谓的组织性的一个事情 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的事情 你看看在电视台当中 我们所谓的新闻台 或者是所谓财经台 最关心的是什么 股票嘛 对不对 指数嘛 所以业绩嘛 其实部分当中 所以你会看到 彼此因为是都是在比拼业绩 比拼GDP 这个是神奇数据 所以某程度上面 变成是当代就有很focus的 去追随某一个事情 但是矛盾的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过分的追求 追求某一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逆下的 旁边所谓生态型的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情 比如说生态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部分当中 我们开始留意到 原来追求一个单一的 一个目标 并不能够创造一个 更持续性的一个所谓社会 不所谓 我们称之为美好社会 我们有很多大量的 大量的研究出来 都说我们现在钱多了 生活豪华了 或者之类的 但是人的开心指数 还没有很大的改变 我有疑问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 我都会觉得很美好 但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 stop一个企业 他不去追求这些 所谓的利润也好 或者业绩也好 而且你跟他讲 我要考虑的是 我的员工很开心 我要考虑的是 这个我对环境很好 那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这是我要付出 更多的其他的代价 这个好像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 特别有所谓的 有使命感的老板 他们愿意先走出第一步 来来跟马化腾马云说一下 某程度上面 我相信他们是有使命感的 比如说他们觉得是 要做天上美亚难做的生意 所谓的科技上善 这些部分当中 其实我觉得是重要 而且是使命感这个概念 是越来越重要 也是在这个书里面 非常强调的一个事情是 能不能所谓的 持续进化的使命 等于是说 一个企业有没有使命感 现在我们说 人参与一个企业 很多时候都会说 你这个公司的使命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 生活已经不一样 我不是以前 只是为了一个工作 现在我是追求什么意义 所以某程度上面 meaning of life 就是生命意义 而且是当他不切割 所谓的生活跟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就知道 所谓的工作生活的平衡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概念 倒不如就两者 如何就变成是合一 变成是更容易谈 就是让我天天 不要有什么回家下班的感觉 一直在上班 没错 但是前提是 你要觉得这个事情 你愿意 你觉得是值得你这样做 当你是值得这样做的时候 某程度上面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为了什么 这个变成是这个大的议题来的 所以某程度上面 这些企业 当他看着以使命 来驱动的时候 开始能够赢得 所谓的消费者的掌声 或者甚至于所谓的 其他客户觉得是喜欢 甚至于觉得是 他们有道德标准 他们有所谓的 他们开始对这个事情 是非常坚守一些 所谓的环保 我们某程度上面 我们来到 终于来到某个年代 整个社会会欣赏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 某程度上面 也代表着 所谓的青色组织 它并不是纯粹只是概念 它真的是有可能跑出来 而在我们翻译的 这本书当中 非常幸运的是 起码有十几家企业 他们是在非常冒险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 所谓的先锋型的一些例子 就是他们 但是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书的一个情况 我感觉他们并没有因此 而牺牲掉他们的利润 或者是那个业务 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是的 怎么做到的 其实当我们说 刚刚我们说 是不是有个层次论 其实层次论 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beyond and include 超越与涵盖 等于是说 当我超越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并没有牺牲这个部分 比如说 我超越所谓的 规章制度 不代表我的企业 没有规章制度 我超越了目标 并不代表 我们公司不追求目标 但是我是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更大的意义的东西 涵盖的 涵盖刚刚我们说 所以某程度上面 越往下一个层次的时候 这个leader 这种所谓的领导者 其实他的心智 是需要复杂的 他并不是纯粹简单 以前是我靠力量就行 或是我靠钱就行 我靠管就行 不行 它是慢慢地变成是多样性 越来越需要多功能 甚至于感知性的 他越来越有sense 越来越在未来 对外面 对大社会 对有一种情怀 同时 他也不可能 专业部分做得不好 我有个疑问 现在都在说 很多互联网企业 所谓的IT 对不对 还有很多生物类型的 都是那种 所谓很高科技的 然后很前沿的那种公司 然后比如说硅谷 他们有给我们 一些很好的sample吗 就像是前一段时间 我有看到像Facebook 他也会有一个 就不要说是 不要label说是华人员工 但他的确是个华人员工 然后自杀 就是因为他的KPI不合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老板 就把他说 那不行 我要lay off你了 那就完全就是 陷入到一个状态 那我就一下子会觉得说 原来这些所谓的 现在的这种互联网企业 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些 downside在那个里面 看起来也并没有突破到 就是不是说他的一个 本身他是这种 性质的industry 他就一定注定 他是属于一个 很modern的一个那种状态 不需要追求这个 这个应该是怎么样来解读 首先这些企业 都是在一个竞争 非常大的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他们稍微慢一步 他会被另外一个 龙头企业就敞过来 所以当这个过程出现的时候 压力是一定有 但是当每一个团队 都在压力底下的时候 我们就下面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care 或者take care 一些员工 应该他们并不是纯粹 这个活在压力下 然后同时压力也是一个 能够输导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就是像Google什么的提供 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是这样吗 有不仅仅是这样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 所谓的生活的环境 或者是工作的环境 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要求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因为现在所谓的 这一类的企业的发展 其实是我们还在尝试当中 我认为刚刚提出的一些例子 他们很多时候在努力 只是碰到绿色 我们说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当中 他既要发现可以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又很多时候 要回到以前那个模式 所以在绿色的环境当中 很容易被人去指控他们 是严谨不一致的 但是他其实是也不完全是 真正的严谨不一致 只是他只是蜕变的过程当中 没那么转身 没那么华丽 那个意思吗 老板一下子就觉得不行 对 然后又碰到有什么压力的时候 突然又有以前的这个本能那一套 很容易会出来 所以青色跟我们说之前 之前我们看到的那几个了 但是巨大的区别是说 它真的是跟这些东西 形成一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境界 真的是做到 说到做到 而且真的是以人为本 以这个生态为本 好像马云说 我们现在不是只是做生意了 以人做所谓的生态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你既然说到这个 我就想请问了 就是整个的一个中国 因为中国其实也是 在过去这段时间 涌现了一些所谓的IT的一个巨头 不管是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 腾讯我们又看到 对不对 刚刚我们call了好几次 对对对对 其实还有什么百度 对不对 小米 对 就像你说的 很多 但是他们的那个企业 他们的架构 我也还是看到很多所谓的部分企业 就是有家族式的那种风格在 然后也有很多 就是甚至把自己那个老家的人都叫过来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核心之友 就是他们有真的往那个青色的录像上面走 有一些好的sample 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个是大有挑战性 但是这样看吧 我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这样看 没有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会所谓的纯粹到 我们只看到一种颜色的类型 在一个企业出现 应该这样说 在比如说在Cable TV 应该是他应该是多种颜色的 OK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规装制度 你不需要重新再发现轮子 你不需要重新reinventing the view 所以这个部分当中 当然是你听我说 这样做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有这个部分 但是同时有一些部分是 你是推一个边际 你是做冒险 你是探索的 这个部分当中 你如何是赋能更多所谓的同学们 然后他们去愿意摸索 然后愿意跟你说 我试过我失败了 同时这些东西我们学到什么 然后你愿意聆听 你包容他们 然后令到他们也觉得是 我摸索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纯粹为了这所谓KPI 这个业绩业绩不好 就被fire掉 这个不会 所以我们说一个企业当中 健康来说 应该一个健康的企业 是有不同颜色的 现在有个问题说 当如果一个企业 当它真正要做到 所谓的冒险 以及所谓的创新的时候 它是不是在推边际的时候 相对比较活在这种 青色的理想上面 我们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肯定有一些企业是有 也有一些企业是非常有自己的 比如说可能是家长式的 军队式的色彩 我们不要只是看这个 因为这个是等于是说 它组个文化 当然我们希望是 它能够迭代 慢慢地变得是越来越 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暴容 但是我们不要摸杀 他们这种组织文化的力量 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当他们进入到 真正进入到非常复杂 非常创新的领域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运用到 或是有没有enable 所谓的或者赋能 这些小伙伴 或是事业单位 能够用更创新的组织架构 不一定是以前的 所谓的hierarchy的一种方式 来管控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多元 它能不能够容许多元 我觉得这个反应是一个关键 未来企业应该是怎么样的 最理想化的状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们再开一个小时的节目 对 但是这个议题 我自己觉得是 如果你让我说的话 我别开所有其他人 我第一个认为 一定是跟 如何帮助社会 有所谓的永续发展 这条路上面 一起走 我觉得是很重要 好啊 谢谢今天Eric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东西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 关注你的书 好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 好 好 感谢观看